明星三人行 他原来当炮兵的时候 好像还特瘦 但是现游巾 好像我觉得在屏幕上 看见你少了 你发福可起来了 对 有点虚 就是胖的 现在160斤 160 原来那会儿也二次开店 都114 120多 后来就是我爱我家以后 突然就胖了 为什么呢 首先是办公司办的 因为那会儿都是我 骑自行车 坐地铁 坐公器车什么的 后来一办公司 有了一车 我又不会开 老坐车 这第一 第二是办了一酒楼 就是应酬多了 吃饭多了 王硕好像说过一句话 说感情出了名 就是老吃饭 饭驴多了 我觉得这话说特准确 就是应酬特别多 人都请你吃饭 或者你请别人吃饭 为了办很多事情 另外本身就有一个酒楼 这样就是每天 而且我又不运动 其实挺爱运动 但是没有时间运动 王硕一下就胖了 你这种原因 发胖的肉 你知道现在有个说法 你这种肉叫腐败肉 出了名之后就开始腐败 可能是 所以我特别怕夏天 夏天不能拍戏 就不能动 就汗 我认为夏天 你是瘦的时候 就怕夏天拍戏 还是现在怕 瘦的时候也怕 怕热 我始终认为夏天 不能搞对象 甚至于 就谁手谁都黏在身上 往后都不汗 就这接触起来 你就就觉得好像 好像不对 大家都一样 其实感觉 不懂了吧 是吗 也是这样吗 就女同志也觉得 夏天瞅这男的老出汗 就觉得别扭 对你看夏天 走大街上 两个两个的 一般就没有那样 很亲密的了 因为他毕竟 没有啊 我觉得我就喜欢 夏天谈恋爱 那有比较多的皮肤的接触 你冬天什么也挨不着 那可以秋天 秋高气晃 心旷神移的时候 心情什么 夏天一热 躁这人 他什么时候就容易发火 容易得心梗 是吧 心梗 还是术语 在有些误会 然后解释 然后就 说不定汗就下 你想想他这 但是你看 看来就是说 你得找一种 他们说 这是个女性当中 有一种女性 那真是人间的珍宝 为什么呢 这种女性的特点 是冬暖夏凉 就是夏天的时候 他那些女伴 你看都喜欢 忽了他这胳膊 因为凉快 其实他自个特热 别人的热手 就经经忽了他 你也属于这种 胖人经常这种感觉 因为他这个脂肪 他他他他比较 通常到冬天就发热 这人 冬天就发热 这样也小活了 对 你就喜欢抱着他 不过说你这胖 跟吃有关 有关有关 你算不算好吃之人 算算算 因为从小就会做饭 就家里从小就培养 我们的自理能力 是吧 收拾屋子 洗碗做饭 买菜啊什么的 所以从小就会 所以两天 到部队 我还在催事班干我 养猪的 养猪 不是做饭 催事班啊 就是那种拿大锅 大馋炒菜 那种也做 在家里 反正刀工啊什么的 还可以 然后色香味还会点 你现在开的酒楼 有没有你自己 亲自下厨的菜 有时候急了 我也进厨房 就是真来好朋友了 我是看他们做的汤 不行 我特别喜欢做汤 爱喝汤 可能跟这爱胖 跟这有关系 爱喝汤不会胖 广东人爱喝汤吗 你是饭前喝 还是饭后喝 就是饭后 北京叫六楼缝 那就惨了 那就惨了 你知道广东人 为什么瘦吗 人家总结一规律 广东人都是饭前喝汤 先把胃来个水饱 这样他就不会 吃太多东西 那看来你就是 饭前喝汤的那种人 没有 我也饭后喝汤 就我原来特别瘦 怎么就突然就胖了 我也是没闹闹 我最胖的时候 168斤 不可能 你不信吧 小时候 小时候也不对 当时我在广州的时候 最胖168斤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是我的同学 都不爱跟我走一块 说我跟你走一块 再拿这个手机 我觉得像是 替你拿手机的马仔 你就像是大老板 不过你说 你这好吃 你喜欢哪方面的口味 喜欢那个味重的 就是那种酱香味的 精酱肉丝 就是不是就那种 那种冷菜吧 就是那种熟食 酱肉 或者说什么 酱鸭 还有那种 就是调料特别多 完了闷的时间特别长 或者熏过的 或者什么的 反正就那种 我觉得特棒 中国的饮食文化 太就是 我也经常看这些书 我觉得太有研究了 它跟这个文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 包括厨子 这厨子这文化的高低 跟它做这碗菜 是完全是 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你这酒楼 好像以上海菜为主 上海菜 那跟你这口味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不是我祖籍是江苏 南通 因为上海菜 一个是精致好看 一个是它比较麻烦 下功夫 上海菜特别麻烦 就是它做每道菜 它都挺讲究的 你们豆芽 什么都得掐头去尾 人家说下午还把豆芽 再拉一刀里边 沾上肉末 再一会儿蒸 他就不怕麻烦 上海人 我在西藏 碰见过一个人 说是也是开这么一个酒楼 结果开了一年之后 就亏本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个酒楼 他整天替朋友付账 朋友完了 吃饭签单 签单 梁总签单 签了一年 把自己签破产了 那等会儿 我倒经常签单 但是目前酒楼 还算持平 就是还还可以 因为为什么签单 我总觉得 因为算不算 我开的酒楼 朋友来了 等于是上我们家来吃饭 那吃完饭 说上家里来吃完饭 最后还给我钱 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而且本身我们那个酒楼 文艺界体育界的朋友 来的很多 还有一些同学战友 你说来了 我怎么能收人家钱 我就觉得肯定不能 不行 别让我看见 别让我逮着 有的时候他们背着我来 死我一看见 必须给他签了 行 下次我们去的时候 先给你打电话 那就是最好了 当然就是 这是这样 他都是互等 朋友之间交往 我觉得应该是平等的 大家全破产 要不大家怎么都开酒楼 好多 好多现在这个 昨天晚上我一朋友还说 好多你比如在北京 开酒店 开酒楼的 像这种影视界 文艺界的 他说这个 你要是志在赚钱 这事就会弄得很不愉快 其实酒楼赚钱太难了 酒楼是一个很辛苦的钱 说句实话 挣来这个钱 因为很不容易 各方面面 但是拿这个酒楼 作为一个交朋友的场所 我觉得体验人生的这个场所 是非常好的 特别作为我们高影视 高艳员 那么每天都是三角酒楼 来的人一开始进门 还是很正常的人 谈生意 一贯出众 喝多了以后 就让人给嫁出去 脚不垫地 就这种 你就眼瞅着 每天一目一目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 然后从无到有 本来是一个生意的事 然后通过我们这酒楼 通过我介绍 他们认识 就谈成了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说在这个酒席之上 不是有那么一段对话吗 说俩朋友 喝着酒 一个人说 说我觉得 在这个酒席结束之前 就提前告辞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另一个说 就是就是 我总是一直待到 给人扔出去为止 因为在儿子吃饭 有一特别好的 特别怪的现象 就是说大家一来 两边不认识 互相一介绍 坐那了 那么如果都端着 谁都不说话 这饭他是没法吃 特别便宜 总得有人跳出来 把自己关罪 说一些笑话 有一些不着调的笑话 那有些人就觉得 这人是不是有病 怎么那么化蜜 化的那么多 但是他把气氛给挑起来了 有助于谈事 这就是丑星的伟大之处 卖笑为生 也不是卖笑 就是说给人带来快乐的人 是很善良的人 他不愿意看这种僵局 持续时间太长 他要打破这僵局 我们知道你是好人 让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这酒楼就起到 到我们这酒楼气氛都特好 你看我们这酒楼 每天都是欢声笑语的 里面都有你在那个 只要我在 我肯定让他热闹起来 我容不得这不高兴 我就怕人不高兴 我就特别怕人家拉着脸 什么的 当然我们不高兴 我觉得一定要想开 你看我们去吃饭 又有他娱乐我们 最后他还签单 这事能不高兴吗 先去广告 明星三人行 广告之后再见梁天 你说梁天吧 他平常演的 主要都是后进青年 可是实际上 我跟他接触 我发现 他反而是一个挺上进的 你看一方面来讲 好多这事 其实挺多演员 不爱懒这种事 厂里的什么工会 什么干点这事 你看他都懒 他属于这先进青年 愿意帮人办事 愿意帮人办事 比较热情 而且实际上 是一个挺仔细的人 是 我这个 因为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就是你自己 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 有几件衣服 有几双鞋 有几个书包 我都特清楚 包括铅笔盒里 有几只铅笔 因为那会儿 生活条件不好 所以就自己有点东西 特珍惜 打小就特珍惜 而且愿意留着 就是小时候的东西 照片什么的 我都把自己弄得特清楚 简历也不清楚 说哪年干过什么 哪年干过什么 就我想这样的人 特别仔细的人 能够料理自己的人 才有可能干成事 对 你看你演的那种人 都是那种懒懒散散 不拘小节 丢三落四 都是这种 但是 那你实际上 你比如说 是不是你从小 就自己做饭 洗衣服 这些事都是自己干 都自己干 那这是你爸妈教育的 还是 教育的 后来你当兵 也是必须自己干 而且不光自己干 还得给领导干 就是班长排长 衣服脏了 敢抢着洗 受大环境的影响 对 抢着洗 主动表现 包括到剧组 我一开始剧物 一开始是 给人打工 跑龙套的 那就得有眼力劲 说那是斗文涛见着了 那是给你扇扇什么的 就得特有眼力劲 真是这样 拍马屁 这我都干过 他们跟我说 说一个剧组里 要培养什么导演的权威 然后就是说 培养到什么程度 有的极端的 就比如说 这个杯子放这 你喝了一口 这是你喝的吗 这是导演的 他就是所有人 就要捧着这个 就是造成这种感觉 对 包括导演 这稍微嗓子 这么一下 马上水就上来了 是吧 或者手稍微弄 这烟 把我掐上 这种当然是 电影里的 你不能那么多人 爱当导演 我说的呢 那你当导演 是不是这种 我没有 我当导演 我竟给人家服务了 我当导演都是 我觉得导演 就是一个组织工作者 把各部门的能人 组织在一块 干成一件事 因为你导演 你说你有摄影系 毕业的摄影师 懂得多吗 你没有 对 对吧 你有这个 戏剧学院毕业的 懂表演吗 你也没有 就人家都是专业出来的 灯光师啊 包括化妆师 那么你把这些人 弄到一块 那么完成你的意图 完成你对生活的理解 对艺术的感觉 完成这个剧本 大家都是听你的 你怎么协调 怎么把它们 组织到一块 我觉得这是导演 而且我觉得这个梁天 这个导演 他有点我们这个 主持人的素质 为什么 他今年给我们 拍一个这个贺岁片 对 拍贺岁片的时候 把我们这主持人 都写进去了 写进去 然后就介绍下一个节目 但是当时呢 因为这个周期非常紧张 他还不知道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你就说 那个 当时怎么说来着 说下面一个节目 非常精彩 具体是什么呢 我不告诉你 自己看 问题是我下一个串场 他下一个节目 他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这次你要再说 那个也不行了 我说这次梁导怎么说呀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下一个节目 比刚才那个更精彩 但是呢 到底是男的演的 还是女的演的 我不告诉你 所以你这边 都是记性的 这个想的词 你觉得 你自己算不算是 比较有文化修养的那种 还行 算是有文化的人吧 算有文化的人 那就你看你没有 也算有点修养 因为我在事主 就我导了几部戏 我还从来补马人 一般导演都爱发脾气 摔杯子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 因为就是你在工作中 可能遇到很多 不顺心的事 不顺你的意的事 但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必有它发生的道理 对 那么已经发生的事 你是不可能再扭转了 那么你在摔杯子 是马人都没用 只是马上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可听说过 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女演员 其实不会演戏 这女演员 你让你哭 你不会哭 这导演就臭骂一顿 一直到把他骂哭 然后赶快开机拍 我没用过这招 但是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 生活当中 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也见过一种人 那种人就是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这两个鞋子 必须要摆不对称 摆不对称 他心里就各也睡不着觉 那就属于极端了 那就有病了 我觉得 我说的整洁 就是干净 你自己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设计 经常出外景 我老是去他们的房间检查 因为我又是导演 又是制片人 这个宾馆都是我联系的 人家很优惠的价格 人家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要整洁 别损坏宾馆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就有这责任了 我跟人签约了 我就得检查房间 那么男的房间就甭说了 那脏的呀 就是甭说 特别我到一些女演员的 这个房间 也那么脏 这我容忍不了 我说一个女孩 怎么能够这么乱这么脏 我说你这自己没弄明白呢 这名字怎么拍戏呀 本子也找不着 冬夜西夜 我就看完一下 我这伙子上来了 我觉得你这一个 不尊重人的劳动 宾馆的人 大家服务员的劳动 你进屋是什么样 这房间这么干 你们家能那么乱吗 对吧 后来一去他们家 也那么乱 这人我就不具体说实 然后这个梁岛将来 这个辞退一个女演员的理由 就是酒店房间太乱 不是 我说你要是自己 那衣服也特别多 你这好好给它挂起来 你这拿起来也方便 哪这扔一块扔一块 我就真是不可想象 出门 人家很干净 可能是那么回事 一进屋 好 外叙其中 我就接受不了这个 你住酒店都收拾 酒店我也收拾 因为走完了 人家梁天住过的房间 我觉得要给人留一个好印象 让服务员减少麻烦 好 各酒店的服务员注意 以后梁天住过的房间 就不用收拾了 基本上不用 明星三人行 广告之后再见梁天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个规律 就是像你这种 就是平常井井有条的 很有条理的人 他往往配他的太太 就会是个粗粗拉拉的 没有 我媳妇也是特爱干净 也特爱干净 那到时候家务活谁干呢 这就不太好说了 现在因为我经常不回家的人 所以那家务肯定是媳妇干 对 你那家务活主要放在酒店房间处理了 对 我原来就是没结婚之前 我们家的活基本都是我干 因为我们家都是文化人 他们都爱学习看书 我这人在家待不住 所以就忙着买完菜做完饭收拾完了 我就出去玩去了 找那些朋友瞎聊去了 那他们就各回各路看书 学习写东西 我在家就是晃 有时候我妈就说 你别老在家晃 要不然你就出去 说要不然你就出去 要不然你拿本书坐那 我拿本书试着 我都坐不住啊 看看就出去了 你是什么写型的人 B型 咱们一个写型兄弟 一样 B型写的人是好动 是好动 而且就是也是多愁善感 多情重义 中华民族的优点是四个字概括 叫多情重义 对 我觉得在咱们这个像我们 尤其我又属猪的 而且四月生人 又是必行学 我就在我身上基本就是集中体现 但是这种一般活得比较累 但是他自己 他苦中有乐 他乐意这样 就是我刚才没 我想展开这个问题 你给我打断了 我就说特愿帮人办事 有人找我办事吧 我就觉得人看得起我 说明这孩子要上那学校 没问题 我先给硬下来 让踏实 他先让他高兴 完了我具体办去了 找校长啊 找什么的 给人办成以后 看着孩子一上学 哎呦高兴 完了人第一两盒 点影侠子看我来 哎呦 我就觉得太好了 就是要这感觉 然后呢 这个 人家比方想演戏 或者想进这组 也甭别的 咱这导演特规矩 就请吃顿饭 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而且我 我就想方设法 得让他进这组 那还不像 有导演拿派什么的 或者有一些 还有那那种导演 咱就不说了啊 占人便宜什么的 绝对没有 我觉得人家 已经求你了 那人家已经 就是真是已经 就拉下脸了 拉下脸了 我觉得这是 然后呢 我这观点呢 后来因为我们办公司 我跟葛优谢尔 我们三个人算一块 他们俩是挂名吗 我实际在这操作 那往我们三呢 因为个人也不缺钱 也都有一定的成就吧 对 成绩吧 那么说 为什么还要办这公司呢 就是一个是 想拍自己 想拍的戏 就我们原来作为演员 是完成别人的意图 那么现在是 别人完成我们的意图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想推出新人 好了我们仨 就是也开玩笑说啊 说推出什么样的人呢 推出一个 类似巩俐 什么这样的 就得推出 这么一个大腕来 完后呢 推出来的时候呢 他还不知道是谁推的 就本人不知道 这女孩不知道 等她是如日中天 火到了 就巩俐那份上以后 那已经多少年都过去了 但是始终不知道 谁把她给推出来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人告诉她说 当年推出你那三位老板 今天晚上要见见你 我想这个女明星 当时肯定是 我们仨想啊 也不是说 可叛道这天了 我真的见见 谁把我推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设定好一个场景 我们都想好了 在一个竹子搭在这个酒楼里边 都是竹子 成竹子 往上三把椅子 是背对着门口的三把椅子 我们仨都是背身坐着 而且想好是在一秋天 这就是树叶都是金黄的 往上都是泥大衣 把脸还得立起来 往后都往背身这么一坐 往后就在这女明星上 众人的簇拥下 就进了门了 一看就这三位 这三位把我推出来的 往后慢慢走走走 那腿已经开始发软了 肯定是 要我肯定腿软了 就他们仨 等他再绕着跟前 那肯定就要下跪了 还没望下跪 仨人起身走了 等于他就看了一背脸 背身 这是神龙见首不见了 让他见见 推出他这仨人的背身 我们仨就是极大的满足 说人生莫过如此 这我们仨就还要 说大家能要那一天 这仨人死而患 我觉得你们仨人 基本上是把自己 往那个什么 竹林七弦 扬州八怪那方向塑造了 不过 你没想到一问题 你到那时候 这女演员在现身也晚了 没有两层现身 她都没看清我们脸 我们脸手都不碰她 没有其他要求 没有 就是看她 就要这感觉 就要这感觉 我们天天能见着她 而她见不着我们 你们捧男明星 男的 再考虑考虑 你给我也考虑一下 这笑也行吗 我到时候也看你们背影一下 不过这确实说明 一代人 我觉得是像你们那一代人 小时候受到的教育 这种一个是过程 好玩刺激 而且你这种成就感 男人的成就感 要证明自己的成就感 我觉得唯有这件事 当时我们觉得 但是我是觉得 像你们这样的人 这是内心深处的一个情节 小时候都有一种 英雄式的教育 那种 希望自己 做了一个特大的好事 但是谁都不知道 然后有一天 万人终于了解到了 原来是她 像你说的 平常你跟朋友这种人缘 是不是跟你有很大帮助 比如说是谢缘 因为从朋友那儿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 很多信息 另外互相聊天以后 你会有些你是不知道的事 另外互相补充 真是 我是每天都得跟朋友聊 不聊我难受 所以我媳妇只是说 你干脆跟你是众友亲戚 你对朋友看得太重了 老跟朋友在一块 但是我这人就是打小 就好跟人聊 聊完以后 你从那儿确实能够取长补短 就能了解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另外能互相帮助 有时候你想不开了 你说你跟谁说去 对 是吧 你跟父母说 他是另外一种 这种的教育方法 你跟朋友说 有时候他真能推进制度 这是这个B型写的特长 B型写的 朋友他是无常的 他没有这种利益关系 但是你觉不觉得 B型写的人往往有个问题 我觉得他有个缺点 他就是生怕有人不满意 对 怕人不高兴 对 生怕有人不高兴 那你比如说 你往往就B型写的人 实际上他最后干出来的事 是综合了所有人的意见 他希望谁的意见都在里头 我跟你融合到一块 怕得罪人 但是往往他还老得罪人 没错 就让人误解 我说你是不是 对 也应该是经常让人误解的人 对 实际上就是你最怕人不满意 所以比如说 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 你说一主意 他说一主意 俩人主意正相反 我就想着怎么样 给你们捏合到一块 咱俩还要单聊 对 还要单聊 我就是老想把这能人 全聚在一块堆 但是既然是能人了 都有各自的个性 对 这种东西有时碰不到一块 但是我老是想你 就协调 有时候气场满下 他夸你 他也说你不错 其实他没说 对 但是一见面 他们俩感觉就不错 他就不会那种 那种感觉 一见面 我都是梁天介绍 咱们认识的 梁天的朋友 我这么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